看看新闻网 为吉普周克华13号晚上连续工作20个小时的重庆警犬雷鸣 中暑累倒在第一线 在动物医院不治身亡 8月13号 重庆连续第二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温度高达41摄氏度以上 当晚9点连续工作20个小时 形成近30公里的重庆福林区官局警犬雷鸣 因为中暑引起肾衰竭 在重庆友好动物医院不治身亡 记者电话联系上雷鸣的训导员屈金 屈金告诉记者 福林区官局警犬基地接到了上级的指令以后 派遣7名警力4头警犬火速前往 雷鸣就是其中一只警犬 谈到自己的爱犬屈金难掩哀伤 我们在一起有三年了 从昆明警犬基地把它带回来一直到现在 据了解雷鸣从2010年起参与各种行动 达100余字 在侦查破案安保巡逻 防恐演练群体事件处置当中立下赫赫战功 优优独播剧场上词